好 我們持續要關注 金華城案的最新發展 在這一節我們請到的是 我們的劉瑋婷律師 菁英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最新的進度 我們還是要跟律師先來談一下 也就是這個沈慶金 在今天早上 也就是稍早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是沈慶金她被提訓了 好 是不是 就是要再針對金柔的部分 繼續去問 因為包括沈慶金之前前天 她被提訓 然後昨天是包括了 前副市長彭震生 再來就是柯文哲 好 今天又輪到 沈慶金 就代表怎麼樣的一個含義 我們從畫面當中 可以看到沈慶金 這一次她是坐輪椅 然後被提訓 好 她會不會打健康因素呢 打健康因素倒不是本案的重點 我要跟各位觀眾來做說明 禮拜一問了沈慶金 昨天下午問了柯文哲 就是因為沈慶金的筆錄 可能跟柯文哲有關 所以昨天下午問了柯文哲 柯文哲或許又提供了一個說法 所以檢察官今天早上 又要問沈慶金 所以你會看到 沈慶金跟經理有關 而且跟她 例如說到底這些衛精集團 實際上怎麼交辦 對價關係是什麼 都跟沈慶金有關 另外我也說明 這種貪污案件 沈慶金是主要出錢的金主 所以對檢察官來講 沈慶金來突破的話 幾乎整個案情就明朗了 另外沈慶金因為身體的因素 其實她也很想出來 就沈慶金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變成污點證人 這個也是檢方極力突破的地方 只要這個沈慶金 願意擔任污點證人 其實全案大概就非常明朗 所以她是一個關鍵的人物 對 非常關鍵 而且在這個時間點更是關鍵 如果沈慶金一旦被問完 後面很可能再問柯文哲 或者是問殷小暉 因為都直接跟金流有關 沈慶金到底她這些旗下的公司 錢到底怎麼最後到柯文哲手上 這都是檢方最主要要問的一個重點 所以如果沈慶金可以坦白 可以說明的話 那其實這個案件大概就非常清楚 而且會變成一個很有力的證據 對於檢方來講 會是一個搶行程 而且昨天提訓了柯文哲三個多小時 因為她1點到 然後5點的時候那麼 才離開 那會不會是昨天柯文哲她的公司 又和沈慶金又有點都不攏的地方 所以要再問一次沈慶金 對 肯定是如此 你看嘛 禮拜已經問了沈慶金 說實在 不用這麼密集的傳喚她 是因為有什麼心事 但是現在又跑出來 導致檢察官必須再傳審慶金 就是因為跟柯文哲的證詞有關 用來比對兩個人 如果兩個人說法不一樣 檢察官只好再來釐清 所以今天早上又傳喚審慶金 那顯然就金流這一部分 或針對行賄收賄的對價這一塊 顯然在案情上面是有一些發展的 好 我們就要提到金流 因為我們早上 這最新的週刊又報導說 陳佩琪她去存ATM 第一個是她兩個的關鍵時間點 包括說在這個便當會後 然後密集存了大概150多萬元 再來是 確定金華城拿到容積率 84%之後又存了400多萬元 好 而且這600多萬是分60次去存 密集的存 以及她的這個金額還有存的帳戶 是包括她和三名子女的帳戶 周刊說這樣可能會涉及洗錢 律師 好 當然我們不知道 到底周刊報的是對或是錯或真或假 但是如果假設周刊寫的是真的的話 我們首先來看 第一個我們用現金存款這件事 已經很匪夷所思 再加上他們的身分 再加上這個存款的金額 如果今天只是三千五千一萬兩萬 或許還說得過去 但是最後存的結果高達600多萬 而且是一個密集性短時間高額的存款 這種狀況的確就會讓簡方懷疑 你是不是在湮滅金流 你是不是在做金流的斷點 你是不是在湮滅這個來源所得 其實是有違法的問題 所以如果假設對於公務人員 因為陳佩琪本身就是公務人員 柯文哲也是公務人員 依照我們的洗錢防治法 甚至我們關於公務人員服務法的規定 你這些財產不明 你如果沒有辦法說明的話 已經涉及到你公務人員身分的問題 懲處的問題 再加上你涉及超過500萬元以上 來源金流不明 或甚至有違法的錢 來做一個洗錢的話 甚至會科到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所以它剛好本來傳出是100多萬 這一次來到600萬 就突破了那500萬的一個門檻 沒錯 其實這 倒不是直接有關於這個 到底門檻多少 而是你的來源不明 就會讓人家懷疑 是不是有行賄收賄 或者是有非法所得這些錢的來源 所以當然陳佩琪得必須解釋 為什麼你平常 真的可以去銀行存款 即便你說我是名人不幫 你也可以請別人存款 那為什麼你要親自做 而且這個親自做還是去ATM存 這麼高的金額 那當然會讓大眾 或者是一般人或檢察官會懷疑 你這個錢到底有沒有問題 可是大眾也會問說 有這麼傻嗎 我要存帳戶 我就存到我陳佩琪 還有三名子女的帳戶 這樣不是很容易就被查到了嗎 對 的確是 當然我們也是覺得 有高度的懷疑 包括說之前講什麼1500 柯文哲自己記帳記了 好像有收賄1500 包括這個陳佩琪 說實在如果要收賄 收五六百萬金額好像也不是太高 再加上用現金存款 又本人去存 也讓人家懷疑說有這麼傻嗎 你不會如果假設真的 我們講說真的要收賄的話 通常透過別人 怎麼會自己去做這件事呢 所以到底這個存款 是不是真的跟行賄收賄有關 當然還有待檢方繼續查證 現在您 律師您怎麼看 檢方他現在要主打的 就是這個金流的部分 因為在圖利罪的部分 是不是看起來能查到的 就大概這些 而且圖利罪在於檢變雙方 他們其實有很多 可以去詮釋解釋的風景 你說他圖利 他或許可以說我是圖全民實力 有很多工房可以去進行的地方 但是查金流如果查到了 比較可以說是一番兩燈 沒錯 就我們在貪污之罪條例裡面 不管你今天合不合法的給 這個金華城容積獎勵 額外百分之二十 你只要收錢 就算是合法給人家 容積獎勵百分之二十 也是違反貪污之罪條例 還是收賄罪 只是如果不應該給而給 那就加重 就是違背他的職務來做收賄 十年以上有機徒刑 所以都很重的 對檢方來講 單辦圖利罪其實是不好辦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圖利 行政機關有很多解釋的空間 我是市長 我為了都市的繁榮 所以我給他額外的獎勵二十% 讓那個松山區變繁榮 他很容易去做解釋 所以對檢方來講 如果有收賄 你就沒有什麼好解釋 即便你合法的給他容積獎勵 一樣通通是要處罰的 而且對柯文哲本身 號稱清廉這個人品的 這個形象 也會有重大傷害 所以對檢方來講 查金流 查對價關係 查收會這件事才是主要目的 所以我們也看到檢方 今天又傳訊了審進機 就是一直在針對金流的部分 我在猜想 後面應該也還是會傳喚陳佩琦 因為陳佩琦 也確實處理到了 很多現金的部分 所以到底這個現金的來源 有沒有什麼違法的地方 甚至有沒有像週刊報導說 他甚至拿到了很多選民的 這個競選經費 拿去存在自己 或者是子女的賬戶 這個都是很匪夷所知的事情 所以也都有待檢方來 好好去做釐清 好 我們就講到這個公辭的部分 因為週刊還有報導說 陳佩琦四度反共 因為問他錢從哪裡來嘛 你就要去解釋 他說包括了這個是柯文哲的錢 柯文哲的選舉經費等等 好 不管如何 那麼稍待會兒在北檢 有最近的狀況 會再隨時為您做掌握 把時間先交給棚內 好 主播觀眾 今天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被羈押禁見的第七天了 而他的妻子陳佩琦 一早又被爆出說 透過這個ATM 進行所謂小額理財超過60次 而且這個金額呢 是高達619萬多元 根據《鏡中看》報導呢 其實陳佩琦 在存這些錢的時間點 都非常令人質疑 因為陳佩琦第一階段 密集存款的時間點 是落在2020年的3月10號 也就是柯文哲與應小薇 進行第一次便當會的當天 在這一個月內呢 陳佩琦其實就透過ATM 存了157萬多元 而且是分別存進自己 和三個兒女的帳戶裡 不過第二階段呢 陳佩琦存的時間點 就更讓人質疑 因為他在第二階段 密集存款的時間 是落在金華城 840%容積率確定之後 這一段時間呢 陳佩琦是存了460多萬 因此呢 簡連就很好奇說 到底這些錢的金流來源是哪裡 但根據呢 其實陳佩琦在應訊時的說法 他一開始呢 是說這些是柯文哲給的錢 後來呢 他又說這些是柯文哲的稿費 但是第三度陳佩琦改口說 這些是民眾給的選舉錢 也就是所謂的政治獻金 而在最後陳佩琦又四度翻供 他的說法說這些是媽媽帳戶裡的錢 因此呢 簡連就對於這些陳佩琦交代不清的金流來源 感到非常的質疑喔 而其實今天一早呢 陳佩琦也同樣是沒有現身 不過呢有最新狀況 東森新聞都會持續為您掌握 以上呢是現場最新消息 我們先把時間交還捧內 好 持續來帶您關心 金華陳佩琦的最新狀況 我們目前知道是昨天下午的時候 是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他首度被提訊 就是他被收押之後的第六天 首度的被拉叫出來提訊 好 在昨天的時候其實可以看到他 他換上了是看守所的衣服 而且呢他的眼鏡的鏡框眼神 本來的金屬框現在變成了塑膠框 可以看得出他的面容其實相當的喬碎 好 檢方要提訊他 當然首度是要來釐清他USB裡面寫的 2022年11月1號 小省1500審慶金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也透過手板來帶您整個來 關心一下整個目前的偵辦 進度目前的最新狀況 其實在9號下午的時候 檢方就已經提訊了審慶金 就要離行這1500指的 到底是時間還是金錢呢 在昨天下午提訊了柯文哲 檢方也發現了 如果是指時間的話 但是他2022年11月1號下午的時候 柯文哲人應該在拜會里長 或者是進行媒體聯訪 所以時間上根本就都不上 難道真的是指金流嗎 所以檢方除了提訊審慶金之外 在昨天上午還有提訊另外一名被告 就是前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檢方提訊他們兩個人之後 當然要拿他們兩個的證詞 來進行問訊來問柯文哲 是不是可以咬出什麼樣的破綻 但是其實昨天上午 除了彭震生之外 檢方還有另外傳話一名秘密證人 這一位秘密證人他是誰 他是現在的監運工程處的處長 同時他也是金華存案的實驗 都發局的副總工程司 檢方為什麼要傳喚他 為什麼要請他來當成證人 來問話呢 他過去從來都沒有曝光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傳出了 彭震生他疑似要轉成污點證人 但是他的證詞似乎怪怪的 和實任的總工程司 邵授配的公辭 兩個人雙方是都不攏的 所以檢方追鬼才找來 邵授配他實任的副手 要來進行三方比對來交叉公辭 而在整個今天上午 檢方這邊有什麼新的動作 會不會再次提訓沈慶晶 來當證人來問話呢 東森新聞會持續為您掌握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狀況 再把時間交還給同內 好 主人中 帶你更新到金華城案 在今天下午的最新進展 透過畫面您可以看到了 這是柯文哲 他在結束 將近三個半小時的提訓之後 是已經被還押到了台北看守所 時間就在稍早的5點03分 而透過畫面您可以看到 柯文哲他在過程當中走上求車時 還不時的回頭望看向了鏡頭 好 為什麼我們說 今天這個提訓是相關重要 原因就在於說柯文哲 他是在關押的第六天之後遭到提訓 那麼要來釐清什麼 現在可以注意到的是 檢方現在全面動起來 這是一個時間戰 原因就在於柯文哲他在昨天的時候 他是委由律師團隊來提出了他的聲明 包含說他現在已經確定了他不提出抗告 而就在他一聲明不提出抗告之後 馬上的我們可以注意到了 在昨天的部分是沈慶晶 他已經被提訓了 再來就是今天上午的時候 包含了是這個彭震生 他也遭到提訓 那麼在今天將近三個半小時的提訓 這個偵察庭過程當中要了解什麼 就是要來釐清說三個人的公辭 尤其柯文哲他在整個訓問的過程當中 是時間最長的有長達三個半小時 當然就是要和兩人的證詞來交叉比對 好主要來釐清什麼當然就是第一點 那麼就是1500現在確定並非是時間 而是金錢 檢方懷疑這就是他收匯的證據 再來第二點是什麼 就是他有親自批示 怎麼做都行快就好 究竟是不是由他來主導整個金華城案 導致圖利了兩百多億 這都是現在檢方要來釐清的重點 再加上今天下午還有個最新進展 那麼就是檢聯他們秘密傳訓了秘密證人 他是一名前北市的官員 也將他找來了 包含說這幾人的公辭 現在都要來一一比對 而我們也注意到了 在結束了將近三個半小時的偵察庭之後 柯文哲的王牌律師團也走出了法院 王牌律師團有誰 包含了是有陸正義還有鄭聲援 以及蕭逸紅 不過三個人面對鏡頭是沒有多做回應的 想必剛剛在法庭上是經過了一系列的攻防 好那麼再來注意到的是在周邊 不論是柯文哲今天他是要來這個提訓 或者是他離開要還押看守所的過程當中好了 警力都是全面戒備就擔心會有衝突 包含在周邊我們也注意到有小草 零星的小草是低調的來到了球車道 當他看到柯文哲的球車一出來之後 是默默的說柯文哲加油 是希望說能夠為柯文哲聲援 好不過不論如何在今天的這個提訓的結果過程當中 可能都會找到一些新事證 如果有最新消息請持續鎖定東森新聞 我們會有第一手的報導 以上是現場最新 自從柯文哲被搜索了之後 太太陳佩琪也連帶成為關係人 雖然目前檢方將他列為證人 不過據傳他現在幾乎沒有天天回家 而是選擇住在旅館 而這樣是為了躲避媒體還是為了躲避調查 一家之主不在了所以這家就不呆了嗎 從連檢開始調查柯文哲的政治獻金案後 陳佩琪的行蹤就很詭異 然後她打電話給我 我在外面 我說好 那我就 我從旅館要回去 就從旅館回去的時候 我發覺她在滅什麼證 她在廁所裡面洗澡大號 自己都說最近大多住旅館是想避免出入不便 但10號中午一度有消息傳出 陳佩琪被連政署約談 她這才終於發布訊息 暴露自己的心中 強調目前人還在台北市大安區 沒有接到任何司法單位調查約談通知 不過現在就有媒體人懷疑 隨著柯文哲被收押 陳佩琪很有可能被轉列被告 我的錢每一分每一筆都是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明明白白來的 柯家的金流至今還是個謎 先前平媒媒體就爆出 建方目前掌握的關鍵 就是柯文哲帳戶內收支不符的七百萬 而這麼剛好 在她和應嫂歪開便當會 以及金華城收到見召後 太太陳佩琪多次帶著白花花的鈔票 到ATM存款 甚至還分批存進兒女帳戶 本人變成一個名人之後 我就很少去櫃台了 用一個機器 對我來講比較沒有壓力 沒有人有像你有這樣子的問題 為什麼唯獨只有柯文哲 有這樣子的問題呢 一下說是收尾錢 稿費 演講費 一下又說是小額理財 但這金額怎麼樣就是對不上 陳佩琪說法變變變 到底什麼才是真相 無人知曉 現在家不回了 是真的躲媒體嗎 還是怕連檢再上門 同樣有很急的理由 卻沒人能擋得了 東山新聞 吳彩璇 孫环 Terry澳島 你知道金華城的這個 容積獎勵的事情吧 這你知道吧 大概細節我不知道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就在議員猛攻質詢下 想必柯文哲對金華城案 會更加小心才對 想不到金周刊又爆料 柯文哲在2021年 竟然在金華城子公司 鼎月公司陳情書上 親筆批示圖產業局長 怎麼做都行快就好 公王返不如大家當面確認 已經花了兩個月 時任產業局長林崇傑 似乎裝傻到底 傳出當時底下公園 愛與長官交辦只能照做 為了自保 將柯文哲親筆批示影印純正 現在都成為檢調的關鍵證據 如果下變遷下條子 是他的一種習慣 那請問他對於其他 重大的開發案 是不是也用一樣的手法 企圖干預 過去揭露柯文哲寫給 彭政生變遷過 各種條子都在傳達柯文哲的意思 就有柯市府公務員透露 要過的大案子都是彭政生當PM 不會過的就找李德權 因為彭政生是出了名使命必達 甚至有關鍵共犯共詞聲稱 金華城公文有快速通關禮遇 彭政生擔任主席的這樣的案件 有通過的 通通都要把它拿出來 全部來徹查一次 這是一個司法的 徵訊案件之中 在司法中 我們都尊重司法 那我生前就 這個事前就有聲明過 我的這個自己的事項 所以我謝謝妳的關心 柯文哲任內 其中一位副市長林青蓉 終於現身回應金華城案 這次被捲入風波 屢次重申反對意見 城案到底誰在背後指示 輪廓已經越來越明顯 都在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除了有越來越多親筆的批示 遭到揭露之外 現在也有對話記錄 來當場打柯文哲的臉 為什麼呢 關鍵就在於 朱雅虎的對話記錄 朱雅虎是誰呢 她是台北市的前兵役局長 她現在已經成為 金華城案非常關鍵的 一個證人之一 就是因為金周刊報導 檢調掌握了 朱雅虎跟應小薇的 WeChat通訊記錄 裡面就講說 市長主動說您去找過他 我來面報主席 成敗關鍵完全在您 這是朱雅虎跟沈慶金 兩個人之間的通訊 那其實也看得出來 柯文哲早就知道金華城案 不然為什麼會說 什麼主動去找他呢 而且他也證實 是經過應小薇 介紹認識沈慶金 所以才會沿覽朱雅虎 來專門處理金華城案 所以後來金華城的容積率 成功提高成840%的時候 當時沈慶金 所謂的論功行賞 就給朱雅虎300萬元 沒有一個長官跟我來關說 決定不可能的 台北市前兵役局長朱雅虎 卸下公職後 曾轉任威京集團旗下訂閱公司董事長 31號 柯文哲基亞庭召開前 檢調為了金華城案密訓他 就是因為疑似在監聽應文中 聽到朱雅虎和印小薇說 我有向主席報告 這時朱英二人想聯手促成金華城容積案 簡潔代表柯文哲 和口口聲聲表示不知情 似乎是一派胡言 如今近週刊再爆料 朱雅虎與印小薇的微信對話記錄顯示 2020年3月12日 朱雅虎告訴印小薇市長主動說您去找過他 我回來面報主席 成敗關鍵完全在您 而且隔天朱雅虎又告訴印小薇 彭副市長請您鼎力協助 可見柯文哲早在當年3月12號之前 就已得知此事 而在高院撤銷裁定書中 多次出現朱雅虎的名字成為關鍵證人 朱雅虎坦誠是經過印小薇介紹認識審信金 審信金給他年薪300萬 專門處理金華城案 當年金華城容積率提高到840%後 還犒賞了他300萬元獎金 朱雅虎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 因為他跟所有的官員都熟 而且他服務關係也很好 他跟音員關係也很好 所以他從中斡旋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不完全了解建築 甚至諸式計畫法他都不了解 為什麼他要當董事長 檢方懷疑朱雅虎 就是柯P與小省之間抓出金樓的那條線 背後也可能涉及4300萬雙半 到底是不是精華城案的後屑 因此檢方能否突破朱雅虎 讓柯文哲的不明金樓變回公開透明 各界都在等著看 多次新聞政治中心中的報導 連朱雅虎都拿到了300萬元獎金 現在柯文哲到底有沒有拿錢 現在也是檢方要調查的重點 有可能不是他自己拿錢 而是木可公司拿錢嗎 柯文哲可能都會告訴大家說 木可公司是一家獨立的公司 跟他沒有關係 而且他也曾經在記者會上講說 這木可的帳目除了財務長李文中之外 其他人都沒看過 好像對於木可什麼都不知道 當然不是這樣 因為光是從李文娟的LINE 看得出來他們中間 不但有非常多的金流 而且柯文哲明明就知情 根據了鏡周刊的報導 柯文哲跟木可公司負責人 李文娟的LINE對話紀錄 現在也曝光了 裡面就看到了柯文哲會講說 哪一些是從木可公司支出 哪一些是從選舉剩餘款支出 這些我在找你討論 顯然柯文哲會這樣講 就顯示出 他根本從頭到尾都很清楚 金流的細節 整本帳簿你知道嗎 除了李文中財務部以外 我們其他人都沒看過 因為我們就想說 就相信他去處理 又是不知情全推給他人 柯文哲對木可金流 真的如他所說嗎 根據《鏡周刊》報導 柯文哲與木可公司負責人 李文娟LINE對話紀錄 柯曾詢問某知名媒體大亨的 100萬元處理進度 某知名食品廠負責人 50萬元到新故鄉的賬戶 哪一些從木可公司支出 哪一些從選舉剩餘款支出 這些我在找你討論 我認為李文娟只是這個木可公司的辦事員 也就只是幫這個柯文哲處理財務的 那我不需要講柯文哲從這個上個月 8月6號開始每一天都說謊 對話中柯文哲還要求李文娟 兩個月內告訴他關於眾望 木可和新故鄉基金會有多少錢可以用 法官因此認定柯文哲對他所掌握的 相關帳戶金流與支配 都鉅細迷移的掌控 而非他之前所稱的不知情 我認為柯文哲恐怕是一個拉得慢 但是在處理精華層事情 就快就好的男人 所以在這個慢慢跟快快的掌握之間 我跟你講柯文哲 是不是對於市民 都有大小眼的狀態 自己高舉道德大旗就算 他又常常去檢驗其他政黨 有整天跟人家比爛 老實講那就是一個精神錯亂 柯文哲過去建立的高道德標準人設 如今卻成為弊案被告 尤其選舉補助款7300萬元 以及木可肖像權400萬 都還說不清楚 這一些的金流到底 有沒有勾集到金華城 目前是不清楚 有沒有可能跟這個所謂 PG車手陳佩琪有關 我想這是陳佩琪自己要去面對的 柯文哲濫障風暴 沒有因為羈押禁見而跟著停歇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觀眾朋友在北檢的最新畫面 持續要帶您掌握 就在稍早幾分鐘之前 5點03分的時候 這個前民眾黨的黨主席 柯文哲已經被還押 而且被戴上了球車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 對比在提訓三個半小時左右 其實他在稍早進去之前 人是有戴上口罩的 但是剛剛5點03分 正是被戴出來的時候 人是沒有戴上口罩 到底這三個半小時裡面 問了什麼樣的訊息呢 我們剛剛也掌握到了 其實大約在4點半的時候 柯文哲的三位律師 已經佈出了法院 但是對於媒體的詢問 他們有沒有更新一步的回應 我們稍後將會有 來自現場的最新臉線 沒有錯 不過在今天的司法攻防上面 大家都認為就是柯文哲 他被提訓了 尤其在這個包括 彭政神 包括了神進經 陸續續被提訓之後 今天就換了柯文哲 大家有太多的問題想要問 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這時候來提柯文哲 好 第二個問題是 柯文哲是不是完全ALL IN 把律師全部都找來呢 針對這些諸多疑問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的是 我們律師劉韋庭 韋庭哥你好 張華好 大家好 好 韋庭哥我們一個一個來 我剛剛講ALL IN這個字眼 因為今天大家以為想說 律師應該只會來一位 但是陸陸續續 包括柯文哲委任律師 全部都來了 這對於柯文哲來說 是一個ALL IN 或是這個是柯文哲 跟檢察官的提訓第一站 如果今天檢察官提問什麼 每一個律師的專業 他都能夠回答 能夠回答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反擊檢察官嗎 好 我覺得大家可能 對於律師這件事有點誤會 我跟大家講 一般律師法官或檢察官 會是在開庭前一個禮拜 或甚至更長時間發通知 但是這個偵查程序是臨時的 也就是律師這時間 可能在別個地方都有停要開 但因為臨時被通知柯文哲案 所以三位律師 非常重視柯文哲先生 所以一定要到庭 可能把別的工作別的案件 都先放在旁邊 或請別人來代勞 而親自來開柯文哲案 但是我跟各位強調 開柯文哲案 並不是律師可以在那邊 跟檢察官一直互動的 並不是 因為檢察官在偵查階段 主要是問柯文哲相關的案件事實 這個東西你有沒有看過 這個東西人家這樣講 你怎麼回答 律師就坐在旁邊 坐在後面 主要的功能是什麼 防止檢察官刑求逼供 包括說 你如果都沒有律師在 檢察官有沒有說 那個我跟你講 審慶經都講了 都說是你 如果過往我們曾經遇過 像調查員 或者是警察用這種誘導 或是騙筆路的方式 如果有律師在場 就可以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那當然律師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今天柯文哲被問什麼 律師會記錄下來 對 他會記得 柯文哲你上次在某一天開庭的時候 檢察官問過什麼 你什麼問題 你怎麼回答 接下來也會是 檢察官拿什麼東西給你看 律師趕快要到旁邊去看 剛剛這個是昨天 沈慶經講的話 這個是上午彭振生講的話 律師就要旁邊記錄 彭振生講了什麼 沈慶經講了什麼 才在未來做工房的時候 有一些基礎的材料存在 否則偵查不公開 律師什麼都看不到 也沒有辦法閱卷 是不知道到底檢察官手上有什麼 所以透過這個開庭的過程 能夠了解更多一些蛛絲馬跡 所以律師想盡辦法一定要到庭 文哲哥你剛剛提到一個關鍵點 彭振生 沈慶經 昨天跟今天都一起被提訓出來 現在大家外界在指的是什麼 關鍵就在於 會不會有咬出一些什麼 或者是說今天週刊報的三本的帳本 包括了這個沈慶經的部分 他行賄 彭振生的部分 他或許會知道的更多 甚至有圖利的 所以今天這樣看起來 檢方是專攻所謂的金流部分嗎 不只有專攻金流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昨天沈慶經來 鐵定要跟行賄收賄有關 就是跟金流有關 跟帳策有關 因為沈慶經主要的 在這個案件當中的角色就是 我是個大金主 我想要通過我的容積獎勵 所以我可能會行賄公務人員 所以檢察官 要問沈慶經的是這一塊 當然今天下午 就會拿沈慶經昨天講的話 給柯文哲看 柯文哲 沈慶經這樣講 你認為他講的有沒有道理 或他講的有沒有問題 接下來第二個問題 是關於彭政生的 彭政生比較關係的是什麼 涉及到圖利罪的部分 涉及到在金華城 怎麼會通過20%容許獎勵 是柯文哲一直叫辦你做的嗎 你有因為柯文哲 強力的指示你 下條子給你 叫你必須一定要過嗎 還是 其實你都是依照都審委員會開 開完以後 承報上級 市長柯文哲 柯文哲就說請一把辦理 所以該辦怎麼辦 不能辦就不要辦 是這樣子嗎 當然早上彭政生的證詞 就會拿來下午問柯文哲 彭政生這樣講 你有什麼意見 彭政生講 都是你交辦的 你有什麼意見 讓柯文哲就回答 所以你有聽到一個非常大的關鍵 包括彭政生 包括了沈慶經 他們的證詞拿去問柯文哲 柯文哲這時候只要一步錯 步步錯 他就會被檢方抓出更多的辮子 抓出更多的辮子 情況之下 他就逃不掉嗎 沒錯 其實特別注意的是彭政生 因為對沈慶經的證詞 或許沈慶經自己通通都會否認 對 可是對彭政生 他是上下隸屬關係 我們遇到通常下屬 一定通通推給上面 一定推給長官 都是長官指示 都是長官交辦的 而長官一定都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 都是下屬去做的 所以就會有兩個互咬的結果 這個也是檢察官 最想看到的結果 當互相開始咬的時候 彭政生 柯文哲都說是你做的 彭政生你拿出證據 證明不是這樣 彭政生就會拿出一堆 沒有 明明就是柯文哲 你看有條子 你看這個上面他有下指示 那對柯文哲來講也一樣 他就會拿出 明明都是彭政生給我的報告 所以都是彭政生去做的 我都不知道 就會變成一個互咬 這也就是狗咬狗 檢察官最想看到的結果 最後結局會變什麼 兩個都中判 因為互相都拿出 對對方不利的證據 兩個都變成民之違法 然後兩個都中判 所以這個是有點像 心理學的囚徒困境裡面的 就是為什麼 包括了柯文哲跟沈經濟的 共詞非常重要 你剛剛有提到一個關鍵 檢察官就在等雙方來互咬 因為這個互咬 其實是雙方律師也非常在意 如果今天彭政生說 沒有是柯文哲交辦我去做這件事 那柯文哲當然會有圖利的可能性 但今天如果檢方查出 彭政生有收會 那這樣彭政生收會 那我柯文哲是不是就能說 好啊 因為是你這個彭政生收會 所以跟我圖利沒有關聯性 他能夠這樣來主張 能夠讓柯文哲自己全身而退嗎 當然不是 他能夠做的只是 柯文哲我本人沒有收會 所以我沒有違背職務收會罪 但圖利歸圖利 我還是因為民之違法 而有利於金華城案 還是涉及圖利罪 結果就會變成柯文哲圖利罪 然後這個彭政生 圖利再加上收會罪 就會變兩個不同的結果 所以不會因此讓這個柯文哲 完全可以全身而退 所以這樣聽起來是完全雙書 所以今天不管是彭政生的證詞 柯文哲的證詞 或是審慶的證詞 檢方在玩的這一套 就是互相咬來咬去 接下來就是看金流 而且今天比較 不太一樣的事情 我們下午有掌握到消息 今天檢方還特別約了秘密證人 我們為了要守他守了非常的久 好 這個秘密證人 基本上我們現在有傳言 是這個台北市府的人 好 對 跟這個金華城案 是有關係 約秘密證人是要證明什麼 以及要咬出什麼嗎 對 他既然是在市政府裡面服務 一定就跟都省委員會有關 就會跟這個都省 為什麼會通過 額外容積獎率20% 而且市府強力主導 原本已經被監察約修證了 為什麼還要特別拿出來 而且拿出來以後 還額外的翻盤 給更高的容積獎率 這個就會問市府的員工 當初有沒有人給你 一定要這麼幹的這樣子的指示 或者是你不想這麼幹 他會告訴你不行不這樣幹 你一定得這樣幹 就會由最基層的這些市府員工 我沒有收到任何好處 但是我卻收到上級的壓力 要我做一些 我覺得不應該做的事情 在這種狀況下面 就可以拿他的證書 去指認他的上級 是不是有明知違法 而強力的指示員工 做違法的事情 沒錯 剛剛其實律師劉瑋婷 他提到幾個關鍵 幫大家來做一個整理 第一個是金華城的部分 他們現在要來查 包括秘密證人 包括彭證生 跟柯文哲的證詞互相咬 這是關於金華城的圖利以及收賄 另外一塊 其實我們剛剛還沒有提到的是 最關鍵的木可金流 木可金流 為什麼最近大家 一直在專注在這個上面 因為這是 被形容是柯文哲的小金庫 小帳戶 而且週刊也指指了 現在檢方各個的方向 都往這邊來查 如果相關的金流都留到這個地方 柯文哲他還有辦法 來做一個辯解嗎 好 我跟大家說明 柯文哲有三個地方 可能可以收到錢 第一個政治現金專戶 第二個他的基金會 最後一個是木可 前面這兩個都被高度的監管 所以要錢進去可以 合法的 那也用在正確的用途 但是木可公司 為什麼大家說他小金庫 因為是一個私人公司 他錢要怎麼用 沒有人管 所以我們不管是任何人 包括檢察官或律師 我們都可以想像 錢進木可 是柯文哲在彈性運用他錢 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們的魔鬼 一定藏在木可裡 好 魔鬼既然藏在木可裡 我們就要去查了 有任何從木可的錢 進到柯文哲 包括他的家族 小孩 太太 自己 甚至他的父母親 或他的姊妹 只要有這些錢 進到他的親人帳戶裡面 我們就會高度關注 那包括前陣子查到一筆 柯文哲有收到木可 四百萬的肖像授權費 類似這樣的錢 通通都是現在檢方高度關注 再來我們跟各位強調 如果我是沈金金 我是一個企業主 我會不會去支持 各個政治人物 會 不只柯文哲 我可能也支持很多人 那針對柯文哲的部分 我去支持他 有沒有在時間上 有一些關聯性 例如說我平常每年 我都給這些政治人物 一個人兩百 一個人三百 但是過了金華城案 我突然給了他三千 假設 而且我都是合法的 我透過政治獻金 我透過基金或我捐助 光這些也會讓檢方覺得 為什麼你要突然之間 增高你的捐贈金額 這個就會讓沈金金去做說明 更何況如果假設 正好遇到競選期間 我們看到怎麼會有很多匿名的人 用個人的名義 一個人給了九萬九千 九百九十九 而這些人剛好一查 好像都是威京集團的員工 如果發生類似這樣的事情 也會讓人高度的懷疑 是不是你們有達成某一種協議 在某些狀況下需要錢的時候 你就會大力的去支持 讓他的選舉更順利 在這種狀況 就有可能被檢方認為 是不是有行賄跟收賄的問題 好 沒錯 剛剛律師講了就幾個重點 第一個 金華城的東西 圖利跟收賄他們兩個互相咬出來 第二個是木可金流 到底有沒有轉到柯文哲私人賬戶 有些錢可是要講明白 還有沈慶金 他如果每次都做政治獻金的話 突如其來的金額 也會讓檢方覺得很奇怪 會不會有收賄的可能呢 好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律師的分享 謝謝韋庭哥 謝謝 謝謝大河 好 那以上是我們的最新情況 把時間鏡頭還給彭內主播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帶您持續來關心金華城的案件 我們現在仍然就在台北地檢署 其實在稍早下午1點16分左右 球車抵達北檢 而從球車下來的人 其實就是民眾黨主席 也就是前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您可以看到 他是身穿白索黃色的制服 雙手被上銬 並且是穿著這個藍白托 來到這個地檢署 因為今天下午 北檢是首度傳喚柯文哲 要來釐清所有的事情 那麼其實呢 我們也可以知道是 今天上午呢 北檢的動作就已經頻頻了 因為他先傳喚了 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來進行訓問喔 那麼這訓問兩個小時後 結束之後呢 緊接著下午 就換借題柯文哲 來到北所來進行釐清 那其實他們兩個人呢 都是涉犯同一個罪名 遭到羈押禁見 也就是這個貪污制罪 條例的這個圖利罪嫌 他們兩個呢 因為這個犯險是重大 然後又不排除說可能會有滅證 串證逃亡之語 所以呢是遭到羈押禁見的 那麼他們兩個呢 在今天都是首度遭到北檢 來進行借題 要來釐清整個事情 畢竟說這個柯文哲 他雖然表示說 他自己對於這個金華城的案件 都是不知情的 全部呢都是交給這個 相關的都委會來進行 不過呢這個說法呢 對於檢方呢 是不太給彩性的 所以必須還要來釐清 包括說還有相關的金流部分 雖然說他表示呢 都是交給這個 陳佩奇來進行賬戶的管理 不過呢 還是有一些不明的金流 要來釐清說 到底是從哪邊來 或者是是要給誰的 加上說在柯文哲的家中呢 還找到了一個關鍵的USB 這個USB上面就是寫的 小省1500審慶金 是不是就是這個 威京集團的主席審慶金 把相關的這個金流 1500萬給了課問者呢 這都是檢方現在 今天下午要來 進行釐清的一部分喔 就是要來找到說 相關的金流 或者是說他到底有沒有 徒弟收錢等等 都是要來釐清的 也不排除說 檢方今天來進行戒題的傳訊 有可能也是找到了 相關的新市證啊 或者是掌握到了 新的金流 這都是要來釐清的 那就是現場以上的 最新情形 時間盡頭在交還給棚內 查報尊消息 北檢持續追金華城的案件 而就在今天 柯文哲遭到收押第六天 目前審出來 上午呢 將借題 柯文哲來釐清 相關金華城的案情 好 主播各觀眾 那一時是來關心 金華城的案件 我們現在人 就在台北的記者數 今天上午9點多的時候呢 其實北檢呢 是首度來提去前 台北市副市長 彭政宣 來到這個北檢進行訓問喔 其實呢 因為他在這個月2號的時候呢 是社犯貪污屠利的 這個罪嫌呢 是遭到羈押禁見的 那麼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是走在整個隊伍的最後 最後面 那是由法警呢 來到 帶著他進到這個地檢署 您可以看到呢 他的整個身形呢 是明顯喬退了許多 而且呢 他是穿著外套 並且呢 是穿著藍白脫 雙手甚至還是被上銬的 那是自己呢 來步入北檢 那他在這個月2號的時候 是以社犯貪污屠利的罪嫌 遭到羈押禁見 雖然說他的律師呢 是有來身體提告 表示說這個彭政宣 因為身體不舒服 為由所以呢 是沒辦法羈押 不過呢 法官最後還是裁定 認為說他人 他這個犯罪嫌疑重大 因此是有這個串政 滅政已經逃亡之餘 最後還是裁定來擠壓禁見 畢竟呢 他在這邊簡連訓問的時候 他其實 面對這個檢察官 以及法官的說法 都是說他整個 對於金華城案子 都是由這個柯文哲指辦 並且呢是 他只是負責聽從來做這個事情 並沒有任何貪污屠利的可能性 不過呢 法官是不這麼認為 最後裁定擠壓禁見 那麼他其實從這個月9號的時候 被擠壓來到今天 已經在看囉嗦度過了8天 首度呢是遭到檢方來進行提訓的 那麼其實我們也能知道說 昨天檢察官 已經先提訓了這個選信金 今天呢 上午又馬上來借提這個彭震聲 不排除檢方可能有掌握到 新的重大證據或是市政 所以必須要來釐清 那麼以上就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時間鏡頭再交還給彭內 好沒有錯 我們來持續關注的是 柯文哲案的最新發展 儘管柯文哲不提看告之後 檢方的動作還是頻頻 今天早上的時候他特別又在提訓了 當時的副市長彭震聲 但是比較詭異的事情是 不到30分鐘的時候就結束了 彭震聲現在已經環壓到台北看守所去 而今天的重點會不會就跟所謂的 金流是有關係的 尤其是這個所謂的匯款 流到了彭震聲這個地方 還有流到哪裡去呢 以及相關的證詞彭震聲 會不會咬出來呢 未來可以關注 好不過今天大家更關心的是 今天早上周刊又一連報導了好幾篇的報導 我們直接為大家懶人包做一個整理 關鍵就在哪裡 這一幾篇的報導指上一件事情 就是關鍵的三個帳本 其中包括了 沈慶晶威晶集團的行賄賬本 第二本是關於木可金流賬本 第三本是關於柯文哲的私賬的賬本 我們一本一本帶來看 其中第一本是沈慶晶的賬本 裡面有寫到 他說這個威晶集團 他總共編了兩次的公關費 總共金額4.3億元 目前有抓到金流是應小威的金流 金小威的金流裡面總共有4500萬 他分別是用八家公司的民意 匯到應小威下面的四家基金會 用洗錢的方式 最後應小威拿到4500萬 但另外一個關鍵 1500萬呢 這幾天大家在吵都是1500萬 包括了USB裡面的檔案 包括大家傳言的很多種的說法 其中週刊有報導說 這所謂的1500根本不是時間 因為他把所有柯文哲當天的時序 全部都調出來 在1500當天 柯文哲確定是跟里長來見面 所以這個時間說就已經不在這裡面了 所以現在懷疑是不是跟金錢是有關係呢 尤其是最關鍵的事情是 檢方又找了新的幫手來查金流 這1500是不是就見指 這所謂柯文哲收賄的1500萬 未來可以看 好第二本的這個所謂的劇本 所謂的賬本 就是所謂的木可賬本 這個木可賬本金額至少是7300萬 這個重點在哪裡 就是柯文哲不是都說他不知情不知道嗎 沒有 柯文哲或許是裡面最聰明的人 因為檢連把所謂的對話記錄還原了 掉了出來 發現他跟李文娟 就是木可的負責人李文娟的這個對話記錄裡面發現 其中柯文哲有曾經問他說 這個知名大亨 媒體大亨給我的100萬呢 以及知名的食品負責人給我的50萬元呢 另外裡面還有提到 哪些是從木可支出的 哪些是從選舉的剩餘款來支出的 請問我還有多少錢可以用 最後還特別寫到 我會再找你討論 表示什麼 柯文哲全部都是知情的 而且木可金流也高達了7300萬 好第三本的賬本是什麼 是柯文哲的賬本 現在對於柯家來說 難以解釋的東西太多了 第一個是 木可給柯文哲400萬元 當時說是肖像權 但檢報要查 確定是肖像權嗎 還是用一些透過小物的方式 來盡情轉 轉一轉之後 最後轉到柯文哲賬戶裡面去 第二個是700萬 這個700萬 陳佩吉第一時間有解釋 當柯文哲去演講 當柯文哲去上節目 這個錢我就會把它收直 這個是700萬的由來 但是錢有這麼多嗎 簡方是咬定他的收之不符 好第三個是什麼 柯家的子女 原本說是只有幾百萬 但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檢方查出來是 至少超過了600萬元 那這些錢真的有到這麼多嗎 這個柯家的收之不符 就是檢方未來要咬的重點 好另外第四點跟大家提到 是金華城案 柯文哲跟彭政生的關係 檢方一樣 是用這個對話紀錄的方式 以及諸多證人的方式 來進行勾串 他發現說呢 柯文哲有一套 所謂的PM育人數 在北市府當時有個傳言 就說要過的案子找彭政生 不要過的案子找李德權 那這一次金華城的案子 特別是找彭政生過來做 而且很多的公務員 以及相關的證人 相關的被告都咬出 這起案件你要送公文到柯文哲那裡的時候 不是放在桌子上的他皮 而是要柯文哲當面看完 他馬上來做一個財事 所以表示柯對於這些案子非常的重要 以及兩人對話紀錄當中 有寫到柯有回傳說 既然是共識決 那就這樣來解釋 這樣來解釋是不是被檢方認定說 是不是把全部的過錯都推給彭政生 要嘛把所有的過錯 全部都推給都審委員呢 這些包括從金流 包括推卸 包括柯文哲知情 就是這一次週刊爆料的三個重點 未來檢方會不會從這邊來繼續抽絲剝繭 我們可以持續地觀察下去 好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近情形 把閒鏡頭還給棚內主播